小小蜜又到了我們的故事時間了 請問今天要講誰的故事呀 他是誰 范姑 對 他的英文名字叫什麼 Van Gog 對 他是用顏料宣洩感情的范姑 你有感受到他的熱情或是他的情緒嗎 在這幅畫裡面 有是不是 那你覺得他是高興 生氣 悲傷 還是歡樂 是什麼樣的情緒 好像是開心耶 你覺得是開心的喔 可是我覺得他表情看起來很黯淡耶 我不知道 只是我自己的感覺 范姑 范姑 你猜怎麼著 你賣掉一幅畫了 嗯 或許我還是有前途的 所以他當時的情況並不是很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認識一下 這位世界偉大的藝術家 范姑 這就是范姑耶 就是他的字畫像 嗯哼 你覺得他看起來怎麼樣 不開心 不開心 不太開心 為什麼 你從哪裡判斷他不開心 看臉 那你要怎麼判斷一個人是開心不開心 是他有笑容嗎 沒有 對了 文森范姑是一潭最具悲劇性的人物之一 他一生似乎沒遇到過什麼好事 也不曾快樂過 他的字畫像都是沒有笑容的 這是他在1886到87年期間畫的字畫像 畫在油畫布上面 范姑呢於1853年出生在荷蘭 1890年在法國逝世 與大部分藝術家不同的事 范姑一直到成年了才決定要當一位畫家 起初呢他嘗試做過許多其他的事情 范姑曾經在一家畫廊賣畫 教過書 做過書店的店員 也學他爸爸當過牧師 但這些都無法令他快樂 於是有一天他決定要成為一位藝術家 擔任畫廊的時候呢 你晉升這位好作品 我五歲的孩子都畫得出來 這實在令我難過耶 當老師的時候也是遇到很多困難 這真讓我泄氣啊 當書店店員的時候 不對不對 我是說那一本你聽不見啊 這種工作真無趣 當牧師的時候他終於開竅了 他說 我想我要做個藝術家 這可能會讓我高興一點 范姑不論做什麼 總是全力以赴 因此他進入不同的學校 以便盡力學習一些有關於素描 和繪畫的東西 范姑早期的素描對象呢 是他擔任牧師期間 曾經幫助過的窮人們 你可以從這些素描都看出來 有一些東西在往後 他著名的作品中出現喔 例如強而有力的線條和輪廓 你也可以從中間感受到 他對一般人的感情 像這幾幅畫呢 裡面都畫的是窮人 這是1880年的礦工 鉛筆畫 1885年的住拐杖的農夫 探筆畫 然後1883年沙坑工作的人 也是鉛筆畫 西恩與小孩1883年探筆畫 路途上1881年的探筆畫 你有沒有發現探筆畫有什麼特色 顏色比較深對不對 對 而且他 他有時候可能會磨 模糊糊糊的感覺 暈開的感覺 嗯哼 我摸白的拍照的時候 就是 Space那個時候 他說不要摸 因為他會 會暈開 會暈開 你覺得這些畫作的情緒是什麼 是高興的還是 生氣的還是 悲傷的 悲傷 都是比較暗淡比較悲傷 飯谷初期畫作的內容 大多是關於他曾經幫助過的窮人 如上圖 這家人窮到只能以幾個馬鈴薯當晚餐 他們看起來疲累而不快樂 飯谷初期的畫作用那個深色呢 想要表現出窮人家是如何艱苦的生活 所以你們發現剛剛那幾幅畫 當然鉛筆或是探筆本來就是深色的嘛 然後他上面這兩幅也是 石書者1885年 他的油畫 然後呢 梅堆裡的女人1883年也是油畫 都是深色的 暗色深色 飯谷持續選用深暗的顏色 直到他發現一些色彩繽紛的日本藝術品 他喜愛眼中所見的明亮色彩和有力的線條 所以對比之下你就會發現 深色真的看起來讓人覺得什麼 很悲傷很抑鬱壓力很大 但是亮色系就會讓人家有明快歡樂的感覺 這是閃爍明亮的色塊到底是什麼啊 欸這叫藍黃紅橘 所以他從這些日本的服飾繪版畫中認識了這些漂亮的顏色 很快的飯谷的畫作開始有較豐富的色彩 看看易玉的石書者和上圖之間的不同 後者完成的時間只比前者晚了幾年喔 所以石書者剛剛說是1885年嘛 這一幅阿爾省普羅旺斯的農舍是1888年 相差只有三年左右的時間 他的畫風就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知道許多有關飯谷的感受和他做決定的理由 是因為他總是寫信給他的弟弟迪奧 迪奧不斷的幫助他的哥哥 他鼓勵飯谷繪畫並寄錢給他 由於飯谷不斷的寄信以及收信 郵差先生都對他很熟悉 他替郵差畫肖像畫也多次以郵差的妻子為模特兒 所以他有家人的支持對不對 親愛的啊 誰寄來的啊 喔 是飯谷寄的信 他說他病了 沒人喜歡他 他房間沒有暖氣 背痛的厲害 還要我儘快寄錢給他 聽起來他努力要把日子過得好一點 那這幅剛剛提到了 郵差的畫作是郵差魯林1889年 郵化 1886年呢 飯谷到法國巴黎與迪奧相會 當時啊 巴黎是世界藝術的中心 既然迪奧從事畫作買賣的工作 而飯谷也想成為一名藝術家 巴黎似乎是個很適合待下去的地方 他們住在巴黎的時候呢 迪奧把飯谷介紹給許多的畫家 飯谷啊 要你見見這些人 羅特列克 波納爾 必沙羅 秀拉 希涅克還有高跟 喔 迪奧 我本來是想獻一些有名的人的 很少人會料想到 這當中許多畫家後來都成為世界知名的人物喔 媽媽聽過的其中一個就是高跟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全部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沒關係 寶貝一個人聽過好幾個 幾年之後 飯谷決心離開巴黎 搬到一個叫做阿爾的小村莊 飯谷認為阿爾是個非常適合藝術家聚集 暢談自己藝術理念的地方 他全力招攬其他藝術家加入他的行列 但只有高跟跟著他走 即使高跟並不十分認同這個主意 結果呢 結果很糟耶 高跟似乎對於飯谷在阿爾所做的事情 沒有一件滿意的 他們常常吵架 你做的菜真難吃 你花的話乏善可撐 我比你有才氣多啦 真希望自己沒有來過這裡 更糟的是 你從來不收拾東西 這個地方簡直像個豬窩 你的脾氣有夠大耶 那個高跟就是前面那個心情 心情很不好這個 對啊 臉有點臭對不對 臭臭臉 嗯哼 或許飯谷接受了高跟關於清潔房屋的建議吧 因為他的房間看起來還挺整齊的呀 是不是 這是飯谷在阿爾的房間他畫的 1888年 看起來沒有很亂啊 終於在一次很嚴重的爭吵之後 高跟離開了飯谷 獨自返回巴黎 飯谷手足無措 他真心希望能與高跟和平相處 飯谷終極醫生都有處理情緒問題的困難 有時會忽然感到極度的憤怒悲傷 沒有人能夠安撫得了 這一次呢 他憤怒悲傷到竟然割掉自己的耳朵 太可怕了 我覺得他可能有躁鬱症耶 或是抑鬱症 所以這幅畫就是他自己啊 耳朵包著繃帶的字畫像 對啊 在1889年的時候也是油畫 飯谷事後畫了一幅字畫像 看起來似乎正後悔著 後悔把自己的耳朵割掉 應該很不舒服吧 飯谷自高跟氣他回去之後 再也沒有好起來 他很需要人家陪伴吧 你看到的是不是就是這幅畫 對 就是這幅畫 這幅畫是1889 所以跟這兩幅是他同一個時期耶 他在醫院裡畫的那幅畫 喔這一幅是在醫院畫的嗎 有時候飯谷憤怒到無法做畫 有時候則悲傷到無法做畫 當他感覺好時他又畫得比平時都好 他的作品 星葉當中的星星在他的筆觸下 似乎真的在閃耀著 很美的一幅畫 很多人都知道這一幅星葉 1889年的油畫 你也知道 那這幅畫中的樹好似一團火焰 而整幅畫好像都在搖動 這個是柏樹1889年的油畫 畫中的太陽看起來好熱好熱喔 讓你經不住想要戴上太陽眼鏡 好正視著他 是不是感覺很耀眼 這幅畫呢叫做橄欖樹 也是1889年的作品 飯谷通常會將顏料塗得非常非常的厚 有時呢他甚至因畫得太快而不調色 直接將顏料管中的顏料擠到花布上 這一幅向日葵看起來就是那個顏料很厚重的感覺 這是他的局部 1888年所做的 飯谷因顏料用量太大了 而總是手頭拮据 有時他會為了買多一點顏料而不吃東西 因此呢他大部分的時間都餓著肚子 身體也不健康 所以他看起來還蠻瘦弱的 我想要一點檸檬黃 豌豆綠櫻桃紅 然後再點一個橘子色當點心 大白把這邊當成是什麼 超級市場 飯谷在世時很少有人對他的畫有興趣 他只賣出幾幅素描或許加上一兩幅的油畫 1880年到1890年之間的人們對飯谷這種明亮而且生動的繪畫並不欣賞 感覺真的會動起來的耶 有那種感覺對不對 而今一切都不同了 人們已了解飯谷的作品之美 現在他的畫作啊已經是世界上最搶手的了 所以這就是剛剛在封面看到了 飯谷飯谷你猜怎麼啦 你終於賣出一幅畫啦 嗯或許我還是有前途的 其實他的前途感覺還蠻黯淡的 在那個時候一直賣不出去 這幅是哪一幅畫啊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看到 好像是這一幅耶 柏樹對不對 有點像 那這幅畫呢可能是飯谷最後的一幅作品 有些人認為這幅畫顯示出飯谷內心深處的憤怒和沮喪 因為畫中的天空令人望而生畏 陸的鏡頭黑暗而不可知 而天空中的烏鴉更形同像是蝙蝠一樣 就在這幅畫完成後的兩天 砰 飯谷舉槍自盡 他自殺了 他把自己殺掉了 代表他那個時候情緒應該是很低落的 這一幅畫叫做群鴨亂飛的麥田 1890年 唉好可惜 飯谷的用色使畫作看起來栩栩如生 他的用色如此明亮動人 以至於讓人似乎聞到了畫中的花香或感受到畫中陽光的照射 這兩幅畫都還蠻有名 特別是這個 向日葵 1888年的油畫 詩仁花園1888年 也是油畫 嗯? 不太可笑 你有你著色彈是不是? 對 嗯 他的筆觸時每樣東西不論是樹木星星或人物都鮮活起來 飯谷將其感情宣洩入畫的程度 可能叫其他藝術家更為強烈 這也是為什麼飯谷會被列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 因為我們看到不只是他的畫作 還有他的心裡面深沉的那個情感 很深很深在他心裡面 全部都呈現在這個畫裡面 這一幅是夜間咖啡館1888年的油畫 這一幅是橄欖園1889年的油畫 那這一幅是阿爾女子1888年的油畫 這些都收藏在不同的博物館裡面 能夠看到飯谷的真績要比看圖片好太多了 看他畫布上顏料的厚度 他的筆觸以及畫中明亮耀眼的色彩 是一件有趣的事 本書所介紹的作品 陳列於夏列的美術館或博物館之中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這些博物館尋找剛剛介紹過的作品喔 那以上就是用顏料宣洩感情的飯谷的故事喔 The End